5月24日有激进示威者在香港铜锣湾一带非法集结 香港律师陈子谦当时因为向他们说了一句 你们这帮黑豹不要跑警察会来抓你们 而被围毋至浑身是血 事隔差不多一个月 陈子谦身上的表面伤痕已大致康复 但谈起那次攻击还是心有余悸 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背护国家安全法 作为香港黑豹下的受害者 陈子谦认为香港国安法立法后 对激进示威者有明显的震慑作用 这对香港绝对是有利无害 重要且必要 我觉得主要是好事 因为其实我都说过很多次 这个是香港的定海神针 要让香港人知道 其实有一国才有两制 香港不是一个反中乱港的桥头堡基地 要让人承担后果 我觉得一件事是重要的 要让人知道你做暴力行为 你反中乱港 你危害国家安全是有后果的 近日香港警方已成功拘捕6名 当日涉嫌殴打他的激进示威者 被捕者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 陈子谦对此表示非常惋惜 认为犯罪者做出激进行为 全因思想未成熟 并受他人教唆所致 陈子谦希望香港国安法 能重新教导年轻人正确的价值观 他亦可以重新过回正常生活 希望将国安法做的事情之后 会保障到不同人发声的权利 我是一个中产 其实香港中产很简单 上班下班工作 我想可以回铜锣湾行街 我想可以去吃饭不用被人阻 我不想像之前这么乱 可能我特别感受心 因为我真的被他们私了过 幸好又叫做大难不死 这样的意思 承回一条命 特别深是希望国家终于保护我们 终于国家终于有立法保护我们